20古堡4 可說是撼動了整個遊戲界的礦式劇作 它開創了第三人稱月間視角的玩法 並且融合了設計與動作元素 大大的影響了在它之後的多項遊戲作品 不過這款被大家誉為最耐玩的 20古堡巔峰之作 卻讓創造出它的爸爸跌落了人生的谷底 到底為什麼如此成功的一款經典劇作 卻反而害了它的遊戲總監呢? 今天除了遊戲 我們也來好好了解一下這位惡靈古堡之父 他就是被譽為恐怖遊戲大師的 Nikami Shinji 山上真思 山上真思出生位於日本西部的山口縣 小時候的他家境並不富裕 因此童年期間並沒有電玩遊戲的回憶 更多的是在戶外與其他小孩一起嬉戏 青少年時期的他對於恐怖電影與空手道 見到武術深深著迷 在他高中時因為常常拒絕朋友一起打電動的邀約 於是他的朋友想到可以從山上真思的興趣上下手 有一天朋友來到家裡找他玩 在離開時刻意留下來一款從遊戲雜誌上私下的頁面 內容是介紹一款摔角主題的對戰遊戲 Apple 朋友知道山上真思很喜歡武術、格鬥技 於是使用這種方式想讓他對遊戲產生喜趣 結果他還真的中擊了 從此電玩遊戲也成為了他的興趣之一 進入大學的他專注於研究中國武術 這也為他將來製作的遊戲埋下了深深的伏筆 大學畢業後的他起初並沒有想投入電玩業界的想法 直到有一天朋友來家裡玩 因為知道他喜歡電玩給了他一張宣傳單 是卡普空位於希爾頓酒店所舉辦的就業博覽餐會 對於剛畢業還在求職階段的他來說 能去高級酒店白吃一頓也太爽了吧 於是他就抱持著這種白吃白喝想法前去參加 不過在聽完當時社長的話大名言說之後 讓他產生了興趣 並且積極地參與了解工作的內容 當天的他就已經下定決心要記錄遊戲業工作 於是他同時向卡普空與任天堂申請入職 但兩間公司的面試日期居然是同一天 山上真斯最後還是選擇了去卡普空面試 起初他因為比試分數太低並沒有被錄取 直到一週後卻意外收到了錄取通知 進入公司後他與其他三人一同進入了企劃組 其中有一位跟他一樣是隔週才收到通知的 敗不復活的他們還給自己去了相識組的綽號 在錄職一年後偶然向主管詢問才得知 當時的他確實是因為比試分數太低遭到淘汰 不過公司中有兩位主管向人事部交涉 希望能在淘汰的人中錄取一部分他們看上的人才 最後才立款狂懶地讓這些比試較差的人得以錄取 1990年山上真斯開始了他的遊戲職場生涯 山上真斯被分配到了摩羯村之父騰遠德朗的部門 他就是剛剛提到兩位恩人主管中的其中一人 不過在剛開始的階段 不論他存上任何的企劃都只會得到 這內容太無聊啊 這個企劃很無趣啊的這種回憶 而且也不會給他任何的建議 但這種方式反而讓他感到很自在 在這種環境下成長的山上真斯 培養出了獨立工作與自由思考的能力 也透過上司騰遠德朗 學習到了何謂遊戲的藝術 在這之後 山上真斯花了三個月的時間完成他的第一款遊戲作品 CAPCOM GUIZ HADENA NO DIBOKEN 這是一款Gameboy的問答遊戲 得到認可的山上真斯 接下來取得了三款迪士尼授權的IP遊戲 其中的阿拉丁在全球銷售超過175萬份之多 阿拉丁的成功也讓他取得了公司的青睞 時間來到1993年 藤原德朗指派山上真斯 以Sweet Home的遊戲為基礎製作一款新的遊戲 Sweet Home是一款改編至日本恐怖電影 於1989年發行於紅白機上的經典恐怖遊戲 其中包含了探索、解謎、戰鬥與生存要素 並且是被評為優於原著電影的遊戲掐索 不過當時並未在歐美市場販售 以致整體的銷量不佳 卡普空並不想放棄這個好作品 而藤原德朗也相信 從小就是恐怖電影名的山上真斯 肯定能理解而為真正的恐怖 山上真斯參考了多款之前看過的恐怖電影元素 比如1978年的Done of the Dead 《生人無盡》的殭屍恐怖電影 在看主角們如何在殭屍群的威脅下存活的劇情時 總是會對裡面的人物喊出 阿笨蛋阿不要去那邊 喔這白癡不要嗆坐會死啦 他想到如果這是遊戲 觀眾們就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做決定 是要逃跑還是戰鬥 又或者是盡量遠離危險的地方 其中又以Zombie 2這部電影為借鏡 決心做出一款不具備該電影缺陷的遊戲 最後在參考了經典生存恐怖遊戲《鬼屋魔影》之後 1996年 一款第三人稱視角恐怖動作解謎冒險生存遊戲 誕生了 它就是鼎鼎大名的《惡靈古堡》 起初山上真斯是打算使用第一人稱視角來製作遊戲 他認為只有這種勝利其境的視角 才能完整的體驗恐怖氛圍 不過當時卡普空並沒有符合他期望的3D技術 因此最後竟能製作出預先渲染的靜態背景 再加上第三人稱固定視角的玩法 卻在遊戲發作後受到了許多玩家讚揚的回應 當時的玩家認為 這種固定視角會讓人沒辦法掌握整個空間的狀況 因此經常會發生怪物莫名其妙的出現 或是轉角遇到鬼的情形 反倒增添了遊戲的緊張與刺激感 這讓山上真斯非常尷尬 以至於後來有人給予這方面的讚賞時 都讓他很想挖個洞躲起來 另外不僅僅是場景造就了恐怖氛圍 其中的遊戲配樂也是一大成功 再加上有限的資源與多種怪物的設定 才大大的凸顯遊戲整體的緊張與不安 可謂是當時最感官刺激的恐怖體驗 並且在遊戲內的語音也採用了真人配音 更是在片頭片尾都加了真人拍攝的影片 讓遊戲玩如是恐怖電影一般 甚至根據玩家選擇的角色劇情中的選項 會玩出不同的結局 這麼豐富且用心的作品 銷售量當然也沒有讓大家失望 甚至可以說是超乎想像的好 光是日本國內的銷售量就突破了百萬 全球的銷售量更是達到了275萬份 不僅成為了PS主機第一款銷售突破百萬的遊戲 也成了當時PS上最暢銷的遊戲 這邊稍微提一下 之所以會有Biohazard跟Resident Evil這兩種翻譯 是因為Biohazard這個名字在歐美地區已經有人先註冊了 因此在Capcom USA的建議下才改成了Resident Evil 這也讓玩家能很清楚的辨別日版與美版 在惡靈古堡獲得大成功之後 Capcom公司內部也進行了改革 將開發部門改為多個編號部門 而山上真斯則被指派為第四開發部的部長 這本來是個升遷加薪的好消息 不過他本人似乎並沒有這麼想 因為成為製作人意味著他不能再參加遊戲的開發 也意味著之後的遊戲 並不能再朝著他心目中的樣子來去製作 因此在改革初期與團隊有著許多的摩擦 不過這也讓他意識到 如果不能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只會給團隊帶來負面的影響 最後他選擇相信遊戲的開發團隊 與和他一同開發出惡靈古堡的夥伴 也是當時現任的遊戲總監神谷英樹 第四開發部正式走上了軌道 而這個續作也如願地超越了初代 1998年惡靈古堡2問世 山上真斯希望將平反變為詭異的想法 蛇系人並有人會去的偏僻廢墟 改為了日常的城鎮作為場景 以生化病毒的擴散感染了都市環境的設定 讓整體更有帶入感 惡靈古堡2的銷量更是突破了五百萬分之多 此時因為有其他團隊的負責人離職 山上真斯看到了機會 立馬接下了這個職位 帶領這個團隊開發出了另一款恐怖生存冒險遊戲 恐龍危機 山上真斯與團隊參考了經典電影《金剛》裡的元素 讓主角到類似一座電影裡的小島展開生存冒險 再把惡靈古堡的結構直接拿過來做使用 而打造出了這款經典佳作 即使沒有惡靈古堡來得那麼誇張 依然銷售了240萬分 無疑是相當成功的一款遊戲 另外山上小偉惡靈古堡的核心玩家製作一款外傳 以一代的女主角Jill 經過洋館事前之後的故事為主題去開發 結果卡普空卻直接命令他們把系列數字加上去 因此我們熟悉的惡靈古堡3 事實上...其實是基於外傳 而原本應該為惡靈古堡2正統續作的惡靈古堡聖女密碼 卡普空則是全權交給了SEGA負責開發製作 自己則為輔佐監督 不過我們也在上一部影片中聊到SEGA後期的衰敗 也導致了這款遊戲的銷量不如預期 即使在DC版的基礎上增加了內容後 一直到PS2上推出惡靈古堡聖女密碼完全版 最終DC與PS2合計的銷量也僅有254萬分 這波銷量的下跌也讓山上這次考量到 如果不改變遊戲玩法這個系列將會一絕不正 於是在1999年20古堡4的開發項目確定後 山上增肆繼續將遊戲總先的職位交給了神谷因素 神谷因素則提出了想大幅增加動作元素 並且大幅度的改變主角的外觀 變成一個時尚的超男同時又擁有超能力 這...怎麼想都不像是恐怖遊戲啊 雖然最後這個提案並沒有被採納 不過山上這次並沒有否認這個構想 而是讓神谷因素以這個概念 創作一款全新的遊戲 而這款遊戲在之後也成為了動作遊戲的代表作之一 它就是2001年席捲全球的 Devil May Cry 惡魔獵人 對,我當時也很驚訝 惡魔獵人居然是從惡靈古堡蹦出來的 在這之後,山上增肆接下了 惡靈古堡4的開發項目的總經濟職 原本預計將在PS2上發售 但就在任天堂發布了新遊戲主機 GameCube之後 山上增肆就在2001年的東京電玩展上公開發表 即將發售的惡靈古堡前傳 將命名為惡靈古堡裡 並且會以GameCube主機開發遊戲 作為試驗主機顯存性能的測試 同時並表示PS2的顯存性能 沒辦法達到它預期的效果 將會終止PS2版本的開發作業 同時更宣布往後的惡靈古堡系列作品 都會是GameCube獨佔 隨後不久與任天堂的首席遊戲設計師 宮本茂 一同宣布了接下來惡靈古堡系列的開發計畫 當時山上增肆對GameCube有著十足的信心 並且相信玩家們會因為惡靈古堡的獨佔 轉而購買GameCube 不過既然對手是那台全球銷量超過一億五千萬台的 史上最強遊戲主機 PS2 想必大家都已經能猜到結果了 2002年3月惡靈古堡重製版與GameCube上發售 同年11月惡靈古堡裡也陸續問世 兩款遊戲的畫面與精緻度相比二、三代有著顯著的提升 不過玩法卻依然是固定視角的坦克式操作 在當時受到了不少的批評 兩款遊戲的銷量也都較為殘淡 在面對如此的失敗後 卡普空極力勸說山上增肆改回多平台發售的策略 但山上增肆不僅沒有退休 反倒宣布將在GameCube上接續發行五款獨佔遊戲 分別是以惡靈古堡4為首的PN03、Beautiful Joe、Dead Phoenix以及Killer7 並且將此計畫秘名為CAPCOM V 不過山上增肆的五湖上將銷售成績有幾位殘淡 其中又以PN03最乏人問金 此時的五湖將僅存一人存活 山上增肆重新接管了二零古堡4的總監質問 大幅度的修改了遊戲設計 以被水一戰的心態全新投入了二零古堡4的開發中 並揚言如果二零古堡4移植到其他平台我就切腹自殺 2005年1月萬眾期待的二零古堡4正式登場 雖然並未採用第一人稱 但山上增肆秉持著之前的思路 創造了第三人稱月間視角以及全3D的場景 再加上大幅度的增加射擊與動作元素 重新定義了二零古堡也奠定了動作冒險射擊遊戲的概念 視角的改變不僅大大的增加遊戲的帶入感 同時面對近身敵人所體會到的恐懼也隨之放大 不僅保有恐怖驚悚的元素 更是將動作與射擊的要素完美融入帶的遊戲中 如此創新獨特的玩法受到了廣大的好意 讓二零古堡4拿下無數的獎項 毫無懸念的成為了2005年的年度最佳遊戲 也大大的影響了之後推出的無數遊戲作品 山上增肆最後的波紋讓各家媒體給予極高的分數 就當你以為山上增肆即將走上人生的巔峰時刻 卻是他墜了谷底的開端 由於先前多次的失敗 卡普空在商業的考量下不得不採取行動 首先卡普空早在二零古堡4發售的前兩個月就已經對外公布了 二零古堡4將會移植到PS2上的消息 並且指負其他人擔任移植版的總監 而山上增肆也不會再負責二零古堡系列的遊戲開發 並且還被下放到了新成立的子公司Clover Studio四葉草工作室 不過他並不以悲觀的心態來看單純一切 反倒把握住了回到遊戲開發前線的機會 就像是找回初心一般 當時的山上增肆心想 我這麼多年來為了公司製作了這麼多款的成功大作 這一次我想拋棄所有的名利專業 純粹以一名創作者的身份 在沒有任何市場評估與商業考量的情況下 為所欲為地做一次遊戲 同時也讓他回想起卡普空的經典名作 街頭快打 山上增肆以前常去街機廳的時候就非常喜歡街頭快打 但是對於他的續作 街頭快打復仇 對於山上增肆來說是一款不捨不扣的糞便 這讓他相當生氣 於是當下就想 如果 讓我來說的話 嗯 於是 在資金與人緣都極度稀缺的情況下 一款ㄎㄧㄚ到不行卻富有遊戲性的作品 就這麼誕生了 它就是山上增肆的韌性之作 God Hand 神手 它是一款二搞元素極其豐富的動作遊戲 並且融合了橫向卷軸動作遊戲的元素 遊戲的打擊感相當的不錯 但是整體的設計與精緻度依舊是差強人意 遊戲的評價也十分兩極 讓當年的IGN僅給出3分的超低分 不過在幾年之後 他卻入選了IGN的百大PS2遊戲 這讓IGN負得不出一個影片為神手平反 打臉了當年自己給出3分的評價 時間來到2007年 卡普空解散了四葉草工作室 而山上真司則是和團隊的成員 神骨音速與道夜蹲置一起離開了卡普空 共同創立了Seeds工作室 並在之後與同樣出自卡普空的遊戲製作人 三並打野所創立的Arts公司合併 成為了現今的白金工作室 而山上真司也在工作室與SEGA的合作下 監製了一款第三人稱射擊遊戲 Vanquish完全征服 原本山上真司是想打造一款 結合了無雙與策略元素的動作射擊遊戲 不過在技術層面的問題下 最終被保留下來的元素僅有滑行系統 在整體銷量偏差的情況下 卻依然在各大媒體中取下了不錯的評分 更是取得了最佳設計遊戲 最佳科幻遊戲等多個獎項提名 不過這款遊戲卻是山上真司生涯中最沒有印象的一款 2010年 山上真司設立了一個名為 Nikami Project的網站 預告將成立自己的工作室 並在網頁中設計了一個 以他自己為形象的切副雛形小遊戲 回應了自己之前收過 如果20古堡4移植就要切副的承諾 Krisp Пр every moon 二枚也 努力 到位 以下 降下 攻擊 迫 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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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時山上真詩收到了來自製作Killow 7時合作遊戲的設計師 虛田剛一的邀請 詢問他有沒有興趣重啟之前一起討論過的企劃 兩人在Killow 7的合作期間相當的愉快 不過他們也為Killow 7低迷效量感到相當的不甘心 兩人當時心裡都想著總有一天要攜手復仇一雪前置 虛田剛一表示只要把他的名字加在企劃上就能找到贊助上 而山上真詩也表示很樂意再次攜手合作 再加上了山上真詩的名字後真的就馬上找到了贊助 不過卻是找上了聰明雲波的EA EA雖然給予了開發項目10億巨元的龐大資金 但是卻時常干預開發作業 以致最後的成品與山上真詩兩人的設計理念相差甚遠 山上真詩在紀錄片中提到 EA是一間只做主流項目的大公司 而虛田剛一則是針對核心玩家製作獨特風格的遊戲 是個相當有才華的人 一間只專注於主流市場的大公司 跟風格獨特的虛田剛一合作的開始 就讓他覺得肯定會產生很多的問題 又或許是如果資金比較小的項目 可能就能給予虛田剛一更多的創作自由 而最終的成品暗影最乏 並不能說是一款不好的作品 他在各大媒體上都得到了不錯的評價 不過銷售量就明顯的不盡理想 2010年的3月 山上真詩的遊戲工作室Tango正式成立 起初山上真詩的心態是想培育新一代的遊戲總監 才有了創立工作室的念頭 他認為現今時代與他當初剛入行的時候有很大的差別 以前的年代有比較多的機會 只要企劃過好都有機會被採用 而如今的贊助商大部分只注重靈氣 至今往往只會流向有過成績的人 畢竟在商業的角度上肯定會追求成功率與安定感 在這樣趨勢下 年輕人往往得不到出頭的機會 而且他認為自己對於現在的時代來說是個過時的人 是時候交棒給年輕人了 不過工作室的營運狀況並不盡理想 在同年的10月就被Zenimax Media公司收購 成為了他們子公司Bethesda旗下的工作室 同時改名為Tango Gameworks 不過好在Bethesda的工作室與EA不同 他們會給予創作者更多的自由 而山上真詩在人員稀切的情況下 又要頂著壓力做出成績 不得不身兼多指回到開發的第一線與團隊共同奮鬥 是要為工作室打下漂亮的首勝 這次他決定回歸原點 製作他招牌的恐怖遊戲 以知名電影全面啟動為靈感 講出一位警探 到精神病院調查的世界 卻意外掉入了詭異的虛幻世界的故事 2014年 邪靈入侵正式發售 它是一款第三人稱生存恐怖遊戲 不過比起惡靈古堡 這款遊戲更注重恐怖氛圍 劇情的部分也加入了情感與人格的探討 更加回歸到了恐怖生存的主題 但因為團隊幾乎都是新人 技術力不足也體現在了遊戲品質上 雖然普遍獲得了好評價 但針對遊戲的品質上的指教也不少 山上之思在紀錄片中也表示 回歸原點並不是壞事 但是當時他評估不錯了 以擊敗敵人為目的的恐怖遊戲已經不流行了 如果不能跟著時代與之俱進的話 就只能做出老掉牙的作品 這讓他覺得很懊悔 他覺得或許當初不回歸原點 而是創作新型的恐怖遊戲應該會更好 如果有機會他很想再做一次 不過在大多恐怖遊戲都注重動作元素的時代 山上之思依靠回歸著著重生存與恐怖元素的策略 成功贏得了玩家的青睞 讓遊戲的銷量取得了佳績 在《邪靈入侵2》的續作上 山上之思將總監的位置交給了John Johannes 放手讓團隊去發揮 自己以製作人的身份輔佐 2017年的《邪靈入侵2》 比起一代減少了恐怖氛圍的營造 轉而注重遊戲性 強化了戰鬥元素與增添了一點 開放世界的元素 不過二代的銷量卻不及一代 有些玩家覺得二代的改動 讓遊戲整體的調性完全改變了 不過也有不少支持二代的玩家認為 遊戲改動增添了可玩性 新元素的嘗試也值得加許 時間來到2019年 邪靈入侵的藝術總監中村玉美 與Tango中的另一位擅長環境背景美術的 設計同仁 一起向山上之思提出了新的遊戲企劃 是一款以日本鬼怪為題材的 第一人稱動作冒險遊戲 山上之思當下就被遊戲的畫面 給深深的迷惑住了 同時他也認為 這款遊戲能夠給工作室帶來良好的未來發展 他當時心想 無論如何都一定要完成這個項目不可 於是隨即就在一山掌上發布這一款 鬼線東京 而中村玉美也因為在發布會上的可愛舉動 在當時擄獲了不少粉絲 但是沒過多久 在同年的9月 中村玉美就因為身體的狀況出現異常需要靜養 而離開了Tango工作室 隨後木村縣市接任總監 Tango工作室也在日後表示 為了保障所有員工的健康 將會延後預計在2021年發售的計劃 2022年3月9日 由於微軟收購了Zenimax 包括Tango Gameworks在內的旗下工作室 也都一同合併進了XBOX的遊戲工作室 這也讓山上之思再次站在了PS的對立面 緊接著同年的3月25日 萬眾期待的鬼線東京終於發售了 由於精美的美術風格 搭配現實的日本場景 加上不知道是忍術還是鬼道的超超接應攻擊 讓這款遊戲的呼聲一直都很高 不過也因為期待過高 讓這款遊戲在發售之後遭到了不少的指教 遊戲的畫面絕對是在水準之上 但戰鬥系統與任務過於單一 使得遊戲性不如預期 再加上簡兩款作品的 邪靈陸巾一、二代 以及山上之思製作人的招牌 讓許多人以為這款遊戲也會是恐怖生存遊戲 儘管有著許多的批評與指教 不過普遍的評價還是好的 銷售量也取得了不錯的成績 算是保住了Tango工作室的顏面 山上真是在紀錄片的最後表示 希望在不久的將來 能有機會再次回到開發前線、創作遊戲 不過身為工作室負責人的他 有很多事情要管理 再加上人員長年不足的關係 一直找不到這個機會 而就在2023年的2月 Versesta的官方推特發布了 山上真是將在不久後 離開Tango工作室的消息 這讓原本期待能在玩到 身上這次遊戲的粉絲非常不捨 從滿腔熱血不去失敗的新進計劃 到締造經典的惡靈古堡 再到不可一世的Capcom 5 跌落谷底 最後與Tango Gameworks東山再起 山上真是的生涯地產 可謂是大起大落、悲喜交加 如今的他有著更好的大局觀 也轉為培養新秀的幕後推手 將遊戲的開發前線交放給了年輕人 但年過半百的他 依舊懷抱著創作遊戲的熱忱 音樂家是不會退休的 除非他們的心中不再有音樂 對於山上真是而言 這種心境或許也是一樣的吧 身為惡靈古堡粉絲的我們 是否也像他一樣 依舊保有那份最純粹的熱情呢 這裡是遊戲創感好 我是透露 我們下部影片見 See you next time 字幕志明會 monte 的歌聲 貼木 發動 die